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波形变化之外 它还可以实现波形整形与抗干扰 幅度鉴别等 下面我们逐个讲解各个应用案例 案例一 波形变化 如将正弦波 三角波变化为矩形波 三角波的变化过程我们已经学习过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正弦波的变化 将含有直流分量且幅值大于VT正的正弦波 输入到反向斯密特触发器的输入端 根据反向斯密特触发器的电压传输特性曲线可知 当VI小于VT正时 VO输出高电频 当VI等于VT正时 VO迅速翻转到低电频 VI继续上升或下降 且大于VT负时 VO一直维持低电频 当VI下降到VT负时 VO翻转到高电频 之后VI继续下降或上升 达到VT正之前一直维持高电频 对比VIVO的波形 可以发现 斯密特触发器可以将连续变化的正弦波 变化为矩形波 而且VI与VO的周期一致 而VI波形的占空比 与斯密特触发器的VT正 VT负的值相关 斯密特触发器不仅仅可以将三角波 正弦波转化为矩形波 同样也可以把任意连续变化的 周期性不规则波形变化为矩形波 下面我们再来看 斯密特触发器的第二个应用案例 波形整形与抗干扰 前面我们提到过 当数字信号传输线电容较大 或输入端阻抗不匹配时 数字信号就会发生畸变 这些在传输过程中产生的畸变信号 都可通过斯密特触发器整形 只要回插电压选择合适 就可以得到理想的整形效果 这是利用同向斯密特触发器 对线路电容较大 产生畸变信号的整形结果 这是对阻抗不匹配 产生畸变信号的整形结果 斯密特触发器除了可以对 这些畸变信号整形之外 同样也可以对传输过程中 叠加了噪声的信号进行处理 假若有一叠加了噪声的信号 如图所示 若回插电压设的较小 那么经过同向斯密特触发器之后 输出的波形如图 适当增大斯密特触发器的 回插电压 即调低VT- 那么就可以得到如图所示波形 从而消除信号顶部造成干扰 由此可知 只有适当调大回插电压 才能消除顶部干扰 得到理想波形 下面我们再来看 斯密特触发器的第三个应用案例 幅度鉴别 这是由于斯密特触发器是一种电瓶 灵感器件 即输出波形与输入波形的浮值相关 如在斯密特触发器的输入端 输入一串幅度不等的脉冲 若同向斯密特触发器的VT- 和VT-设置如图所示 那么输出波形中仅有两个正脉冲 这也说明输入信号中 只有两个脉冲的幅度大于VT- 而幅度小于VT-的脉冲 不会使斯密特触发器输出正脉冲 若改变VT- VT-的值 那么输出脉冲的个数也会发生改变 综合以上所有应用案例 我们可以发现他们都利用了 斯密特触发器具有可将连续变化输入信号 变换为边沿抖直 二直数字矩形波输出 且为具有两个不同阅值电压的 电频敏感器件的特点 在后续知识点的学习中 我们还将发现 斯密特触发器的另一应用案例 由斯密特触发器构成多斜震荡器 同样也利用了这个特点 好了 本知识点学习到这 再见